大家好 阿弥陀佛 今天我要跟大家交流和分享的题目是 学习恩师好榜样 感谢恩师教化我 这是一个系列专题的名字 今天讲第一讲 如果说我这一生很幸运 这是真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给大家说说我的两个幸运 第一个幸运 是我得到了人身 在我没有学佛以前 我不知道这个人身的珍贵 学佛之后 特别是听老法师讲经说法20年 尤其是两次副讲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 我深深体会到了人身的难得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尤其是这个中国人的人身 就更加的难得 有个更加两个字 人身难得 中国人的人身更加难得 我非常庆幸 我得到了这个人身 而且得到了这个中国人的人身 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 说说这个人身的难得 1935年 我妈妈结婚了 那一年她26岁 大家想一想 在现在26岁结婚很平常 但是在1935年那个时代 一个农村的姑娘 26岁才结婚 那是很难得的 真的用难得一遇 也不为过了 妈妈结婚以后 生了四个孩子 第一个是儿子 一岁左右夭折了 第二个是女儿 一岁左右又夭折了 我姐姐刘肃清 是第三个孩子 妈妈生了我姐姐之后 就得了一种病 就是我们所说的血液病 这种病的特点就是 说来 立刻就来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 非常严重 面与死亡 面与死亡 装老衣服都做好了 这个时候 有一个不知道 什么样的姻缘 说不清楚 有人说 如果给我妈妈 吃一种药 我妈的病就好了 因为当时家庭的特殊情况 我们刘氏家族 可以说是一个中医世家 我的伯父和我的汤哥 都是方圆百里 有名的中医 但是治不了我妈的病 有人不说要有一个方子 吃了就好吗 当时家里人的想法就是 死马当着活马 一呗 反正装老衣服 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就按照这个方子 把药抓了 这个方子里 一共就是三味药 而且告诉 吃三副就好了 我伯父和我堂兄 看了这个方子以后 心想 哎呀 就这么简单的三味药 能治好 他就病吗 那就看看吧 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家 自己就有药房 不用出去抓药 所以 我伯父和我堂兄 就按照这个方子 把三味药 给我妈妈配上了 没有想到 我妈吃了这三副药之后 真的病好了 离开了死亡 这个时候 我伯父说 病好了 但是以后没有生育 能力了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我姐姐四岁那一年 妈妈又一次怀孕了 就是我 然后 十月怀胎 生下了我 生了一个怪胎 当时生我是什么样子呢 后来妈妈跟我们学 我听了 我听了以后都觉得很可怕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是难产 我是树生 就是我是站着来到这个人间的 妈妈遭了两天两夜的罪 差点没丢了命 所以说 母恩难报啊 妈妈生下的我 为什么是个怪胎 我全身上下 从头上到脚下 是油黑 还亮亮的 就是黑亮黑亮的 后来听我妈妈说 把接生婆都吓跑了 说这是生了个啥怪物啊 这个接生婆 就是农村的接生老太太 是我们家的一个远方亲戚 这是后来 我长大了以后 听妈妈是这样说的 所以说 我来到这个人世间 不是说人生难得吗 可能我这个人生 比人家更难得一些了 来到这个世间 我日夜不停的苦 没完没了 找不出什么原因 三个月以后 我那层黑皮 就是又黑又亮的那层黑皮 从头上到脚下 一点一点的退掉了 三个月以后 我不再哭闹了 我就是这样 奇迹般的 来到了这个人世间 不哭了 黑皮也退掉了 应该好了吧 可是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 浑身 长窗 留能 没有一点好地方 听妈妈说 躺出来的那个能 留在哪 那又出窗 然后再留能 所以从头上到脚下 没有好地方 不能抱 怎么办呢 得把孩子放在一个木板上 行着 这才能连木板和孩子 一起抱起来 到了四十岁 别说走路 我连坐 还不会坐呢 大家想想 现在的孩子四十岁 是不是满街去跑了 我那个时候不会坐 拿被子围圣我 有人把着我 靠着我 我才能坐一会儿 就软到这种程度 我想 这是现在想的 如果说当时想 那是有点夸大了 我得把这个病歪歪的身 换成一个金刚不坏体 我能活下来 简直是一个奇迹 别人说是奇迹 我自己听了 我都觉得是一个奇迹 我曾经跟同学们 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我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 不知道是谁 一脚把我踹下来 没办法 我是被迫来的 这是玩笑话 所以说 我这个人生 真的太难得了 我要珍惜它 我的第二个幸运是 我遇到了名师 那就是上镜下孔老法师 2000年 是我人生的最低谷 那个时候是身患重病 随时面临死亡 而且没有任何治疗办法 因为我所有的药物几乎都过敏 不能用药物治疗 那种折磨是双层面的 一是病苦的折磨 二是精神上的折磨 两个折磨 让我痛不欲生 我甚至非常期望 死神快点到了 可是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 死神没有降临 而且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我竟奇迹般的好过来了 而且越来越好 有人说 你创造了两个奇迹 一个是生命奇迹 一个是医学奇迹 可能是这样吧 也恰恰就是在2000年 在我面临死亡的关键时刻 我得到了一本 《无量寿经》汇集本 我记得是书版的 繁体字的 是姐姐结缘给我的 然后过了不长时间 我又得到了一套 老法师讲《无量寿经》的光碟 这对我来说 真是如获至宝 但是当时我不知道 这个宝 宝贵到什么程度 二十年后的今天 我才彻底认识 是两个无价之宝 得到了这个光碟以后 开始我是用它来消磨时间 天天有个老爷子陪我聊天 我不寂寞 时间过得稍微快一点 后来一位老法师说的一句话 说人生为什么这么苦 我一下子精神了 因为我正在苦着呢 为什么这么苦啊 我想听听 老法师给了个答案 因为你把假的当成真的了 所以你才苦 我听懂了 因为我把假的当成真的了 我才苦到如此这般的程度 我就想 我还有十万个为什么呢 这个老爷子能不能都答复我 接着看吧 我听经就是这么听进去的 我是去找答案的 结果是什么样呢 我所有的答案 在老法师讲的无量寿经里 我都找到了 为什么这么多年 我听经不错 不间断 不管弯 因为我听进去了 我受益了 我有亲身体会了 所以我才听了21年 到今年应该是第21个年头了 是这个 使我和老法师 接下了不解之缘 这个缘 是因为光碟接的缘 我遇到了明师 是明师 留住了我的生命 又给了我慧命 所以我说 净空老法师 是我学佛路上的导师 从2010年 第一次见老法师 到2020年 十年的时间 我做的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尽我所能 把一个真实的 上镜下空老法师 介绍给一切有缘众生 让大家同斩法义 这件事情 我做了十年 现在 向有缘众生 介绍老法师 这件事情 应该告一段落了 开启下一个段落 在开启新的段落之前 咱们先把前一段落 做一个小节吧 我想这个小节 我不用语言文字 去给大家说 怎么办呢 我想用感谢恩师 教化我这首歌 作为前一段的小节吧 我和菩提心 再一次 畅想这支歌 也希望 同修们会唱 大家一起来唱 下面我们共同 来唱这首歌 听时将发二十年 人生命运大转变 大转变 感谢恩师 教化我 今生一定回家园 一定回家园 感谢恩师教化我 今生一定回家园 无量节来 世上缘 今生有缘 有相见 有相见 带到莲池 还会试 弟子已经欢心眼 已经欢心眼 带到莲池 还会试 弟子已经欢心眼 今生有幸 与恩师 教我作歌 明白人 明白人 他准事 教人走 佛们自有后来人 自有后来人 他准事 他准事 教人走 佛们自有后来人 佛们自有后来人 感谢恩师 教化我 佛们自有后来人 今生一定回家园 今生一定回家园 带到莲池 带到莲池 还会试 弟子 已经欢心眼 2021年 2021年9月2号 是我们入住小院的一周年 也就是在这一天 我完成了第二次赴奖 《无量寿经》的录音录像 我如是重复 第二次赴奖 从2020年的5月12日 动笔写稿 到2021年的9月2日 第一百集 第一百集 录音录像完成 历时462天 其中有艰辛 更有无穷的乐趣 更重要的是 又得到了新的提升 关于下一步 下一步干什么 我有个初步的想法 这是用我的思维想的 我想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协助菩提心 进一步完善 六合径道场的建立 在六合径道场 初见成效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 巩固和提高 我想 争取在两年之内 彻底交班 第二件事情 把第二次赴奖 无量寿经 一至一百集 我自己最少要看三次 如果时间允许 尽可能的多看几次 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 每一次都有新的体悟 得到新的提高 大家不要误会 是不是因为这无量寿经 是我在讲 错了 是我依照 数而不作 信而好古的祖训 我是在赴奖 上镜下空老法师讲的 无量寿经 我是赴奖者 如果说第二次赴奖 和第一次赴奖相比 有什么特点 我的认识是这样的 一 是理上的东西 多于高于第一次赴奖 二 二 是兼顾了不同层次同修们的需求 但侧重点在根属众生 三 是把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古大德的教诲 现代高僧大德的教诲 如 印光大师 下连居老居士 黄建祖老居士 上镜下空老法师 等等 现代高僧大德的教诲 融于一体 佛佛道同 多层次 多角度 多形式的 解读这部大经 尽可能的 把祖师大德们的教诲 精彩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 这也叫多元文化教学吧 四 是把每一品经文的要点提炼出来 供同学们参考 目的是 给大家一个抓手 五是 启发式教学 给同学们留出自物的空间 第三件事情 办我人生的第一件大事 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随时准备回家 我已经把我的想法 这纯粹是我的想法 跟菩提心说了一些 我得给他透点消息 我是这样想的 我想过了十一之后 开始 开始方便 方便之语 怎么个方便之语 就是如果没有外地同修 来参学 我就止语 上午听经 下午念佛 再适当的 参加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劳动 如果有外地同修 来参学 我就半只语 同修来了 我要接 要送 如果有需要 再适当的 做一点交流 我想好了 准备和菩提心说好之后 过十一之后 我就付诸实践了 这个现在看来好像 稍微有点行不通 我再想想 再实践时间 看看怎么样 就在这个时候 又来了一个小插曲 给了我一个新的题目 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 而且是一个系列专题讲座 接到这个题 我怎么办 因为告诉我 很明确 就是前十年 你是把一个上进下空老法师 如实的介绍给了一切有言众生 从现在开始 你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 二十年 你听老法师 讲座说法 你都学到了什么 你收获了什么 你把这些 要一一一的 讲给你的同情们听 我一听我真有点懵 这个一一一啊 我理解是 又像上一次 那个样子 我要把竹筒里的豆子 一颗不剩的 道给大家 那我现在要执语 半执语 好像就有点不允许了 接到这个任务 怎么办 我的回答就是四个字 听话 照办 我告诫我自己 坚决不利之见 一定不利之见 彻底不利之见 永远不利之见 我永远没有自己的之见 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 一切听佛菩萨的安排 我刚才说的这个四个不利之见 是谁说的 是长春波罗寺的上乘下纲老法师说的 这个老人家 是个成就者 他的话 值得我们借鉴 我从现在开始 要做的事情 就是两个字 讲 演 讲什么 就是把我二十年 听老法师讲经说法 和十年近距离亲近老法师 所学到的东西 一一说给同学们听 说给法界一切众生听 注意 一一这个词 我刚才说了 是我理解的 又一次竹筒倒豆子 一颗不辣 演什么 就是把我所讲的东西 一一表演出来 就是做出来 有一位高僧说 能说不能行 不是真智慧 如果我说的呱呱叫 但是没做到 那叫放空炮 我们是学佛人 绝不做放空炮的人 我们要做务实的人 这一次 既然是系列专题讲座 有系列两个字 那就不是讲一讲两讲了 至于要讲多少讲 我现在不知道 就随缘吧 该讲多少 我就讲多少 还是那句话 一切听佛菩萨的安排 一切顺其自然 随缘讲 这就是我的原则 今天我们开始讲 第一讲 这一讲的题目是 不见到场 不要到场 为什么第一讲 讲这个题目 我不知道 这个题目不是我用思维想出来的 如果用我自己的思维想 第一个题绝不是讲这个 可是给我的就是这个题目 那我就讲这个题目 有人问 那你这个题目咋来的 坦率的告诉大家 佛菩萨点画的 如果有人说 你这是神童 那我就神童吧 这一讲 讲以下三个问题 一 释迦牟尼佛没有到场 释迦牟尼佛没有见过到场 也没有要过到场 这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给我们做出的第一个榜样 就是不见到场 不要到场 大家想一想 他是万众敬仰的佛陀啊 那要见一个到场 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而且 归于他的信众中 有十六位是国王啊 那国王要见一个到场 那不是太太容易了吗 但是佛陀不见到场 不要到场 这是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留给我们的是这个 我们要牢记在心 佛陀 佛陀没有到场 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许 大家知不知道 有一个电视连续剧 名字叫做佛陀 如果你看过了 你就知道 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了 我简单的 给大家解释一下 三一 三种生一 就是一 僧且礼 华裔为众俱时矣 又称大矣 是在大众聚会 或在做大法会时着之 二 玉多罗僧 华裔为上矣 是做法式入众时所批 三 安陀慧 华裔为中卓裔 是平时起卧所穿的贴身裔 这叫三衣 一波 起石时用的容器 叫波 日中一时 就是一天只吃一顿饭 脱波起石 过午不时 树下一许 夜晚在树下休息 在同样一棵树下 不能连住三许 为什么 防止生贪爱之心 一般来说 一棵树下住一许 然后换另一棵树树 至于道场 处处是道场 释迦牟尼佛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他的道场 走到哪里 就到哪里 讲经说法 凡是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地方 都是他的道场 二 上境下空老法师没有道场 上境下空老法师 向释迦牟尼佛学习 一生没见道场 是一个一生游方的出家人 为什么游方 因为他居无定所 到处流浪 名副其实的是一位游省 宗观老法师 九十五年的人生经历 还真的是和这个游字 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十岁开始 他的游历人生 一九二七年 老法师 出生在安徽省卢江前 一九三七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战火连连 民不聊生 无家可归 十岁的时候 老法师就走上了 慢慢的逃难之路 一个十岁的孩子 八年走了十个省 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这就是他游历人生的开始吧 我们今天讲 老法师一生没有到场 真的是这样吗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们不妨回悟下 老法师拜师 学佛弘法 学佛弘法的 人生历程吧 一九五三年 老法师二十七岁 师从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方东美先生 学习哲学 其中最后一个单元 是佛经哲学 方东美先生告诉老法师 释述 释迦牟尼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 佛经哲学 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 学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 老法师 就是从方东美先生这里 认识了佛教 从此 开始攻读佛典 改变了人生命运 后拜张家大师为师 跟随大师学习佛法 大师第一次见面 教导老法师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并要求老法师 把这六个字 要做六年 老法师跟大师学佛三年 大师于一九五七年元祭 大师生前 建议老法师出家 尊师训 老法师辞去了公职 着手做出家准备 他跟随 颤云法师 住在印红茅棚读经 修行了五个半月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 老法师 拜李炳南老居士为师 在李老师办的 慈光图书馆做管理员 并跟随 并跟随李老师 学习经教 前后 共学了十年 一九五九年 老法师 三十三岁 在台北市 原山林济寺 替度出家 开启了讲经教学的人生里程 在此 我要重点提一下 老法师出家不久 就像有关部门提了一个建议 为佛教证明 改佛教 为佛陀教育 这就是说 把宗教的佛教 回归到教育的佛教 这个理念 是老法师在六十二年前 提出来的 可惜的是 一个刚刚出家不久的 年轻法师的建议 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人情言为养 试想想 如果六十二年前 我们就着手做这件事情 把宗教的佛教 回归到教育的佛教 那么佛教 绝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说到这里 我们怎能不佩服老人家的高瞻原主 可惜的是 我们浪费了一个假死的大好时光 谁知过 谁知罪 过去的 已经过去了 关键 关键是现在怎么办 如果我们继续浪费下去 那可是罪上加罪了 我来说说老法师没有到场 这件事 一 老法师在台湾弘法 没有到场 老法师1959年出家后 开始在台湾讲经说法 他不见到场 不要到场 那他到哪里去讲经呢 有这么几个渠道吧 第一 受聘讲经 比如 1959年 出家不久 受白圣法师正式聘请 任台北石浦寺 中国佛教三藏学院教师 讲授佛教经典 这是受聘 二 受邀讲经 邀请 1960年 受明信法师的邀请 赴台东佛教联社讲阿南问世佛集凶经 这是第一次外出讲法 这一年 老法师开始接受净土宗 第三 租借临时奖经到场 比如 1970年 韩英官长 公请老法师 入住其家 住了17年 并由他为老法师 创造讲经条件 提供讲经场所 一 租借到场之事 都由韩英官长具体操办 二 老法师在海外弘法 没有到场 1986年 老法师应公请到美国弘法 开始了海外弘法的生涯 老法师弘法的范围 越来越广 仅以美国为例 有洛杉矶 纽约 旧金山 达拉斯 亚特兰大 圣河西 麦迪生 奥斯汀 阿拉巴马 麦阿密 加州等地 其中 已在达拉斯 红法最多 在七后的岁月 老法师 红法的范围 越来越广 越来越大 他的足迹 已遍布世界各大洲 老人家没有道场 他的道场 是游动的 走到哪里 哪里就是道场 1998年 至2003年年初 老法师 在新加坡 红法三年半 新加坡居士林 不是老法师的道场 是借用 赞助 老人家向来是 一切岁月 怎么都好 不分别 不执着 哪里圆 成熟了 就到哪里去红法 圆熟 则住 圆进则走 自在 这就是大修行人的与众不同的地方 这就是一个圣者的风产 3 老法师 老法师的道场 3 老法师的道场 老法师所说的那样 老法师 我的一切都属于苦难众生 没有一样 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 没有一样属于我自己 是老法师 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 成就了他 成就了他无比殊胜的法缘 使他走向了世界 红法足迹 遍布五大洲 赢得了世界的尊敬和爱戴 成为了真正的人天道师 他一生不见道场 不要道场 可他处处都有道场 他的道场便虚空法界 人格魅力 无人可比 法院殊胜 堪称第一 六十二载 弘扬正法 虚空法界皆是道场 三 我没有道场 一 我不见道场 有人说 我要见两个道场 那真是个传说 这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情 有人说 刘老师要见两个道场 没有钱 希望大家筹款 据说 当时已经有人在收款 有人在交款 当时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连这两个道场的地址和名字 都说出来了 我真有点不解 这故事也编的太离谱了吧 我 借着和同学们交流的机会 我说了这件事情 提醒大家 不要上当受骗 我过去不化缘 现在不化缘 将来永远不化缘 这话是我公开说的 说话 要算数的 说话要算数的 关于化缘 有两件事情 我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件事情 2010年 受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之邀 去香港的路费 是我的同修 同事同学为我筹集的 除去路费之外 还剩3万元 全都捐给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大约是5年前吧 有一位同修去哈尔滨看我 在我家沙发后面 偷偷塞了10万元钱 他离开以后 告诉我了 我要给他退回去 他不让 后来经过他本人同意 我把这笔钱捐出去 这种情况还有 我就不一一说了 第二件事情 关于化缘 我曾起过一次念头 那是唯一的一次 事情是这样的 第一个 接引我入佛门的上觉下午法师 见五大莲池的宗灵寺 全靠化缘 那个男呢 让我看着心疼 可我又无能为力 帮不到他 那时候我真希望我自己是个大款 能帮帮师父 从话里话外 我听出来了 我也感受到了 师父和他的孩子们 对我寄托了希望 有人 跟他们这样说 刘素云 是你的弟子 他是省政府官员 只要他咚着嘴 钱就来了 可是我没那本事 我办不了 2010年 年末 陪同师父出国 我 记得是在 从澳洲 静宗学院 去往机场的路上 我在车上 和师父说 我说 我说师父啊 我想画点圆 行不行 师父问我 为什么要画圆 我把事情跟师父说了 师父沉默了一会儿 对我说 你既然说过不画圆 还是兑现自己的诺言吧 我听师父的话 没有画圆 至于有人说我要建两个道场 没有钱 需要筹资 那只是个美丽的传说 二 我不要道场 有同修 在六七年前 要给我买房子 我坚决不同意 几次劝说 不听 后来他说 他这是搞房地产投资 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因为他确实是搞房地产的 我不能干涉他公司的业务 房子买了 也装修好了 让我搬进去住 我坚决不去 有一次 这个同修去看我 让我去陪他住一去 我也坚决没去 那一次是刁军师去陪住的 可能 会有人说我 不近人情 但我绝不能开这个口 开了口就收不住了 现在六七年过去了 我从来没去过一次 没看过一眼 什么样的道场 我都不要 三 我不跑道场 这么多年 我基本不跑道场 主要原因是 我不懂道场的规矩 怕说错话 办错事 我也去过几次道场 大概不超过五次吧 但每次都出点洋相 举几个例子吧 例一 大约是2003年 一个同修 带我去军师林 参加一个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去道场 那一天 是学佛心得交流会 地上整齐的摆放着那个蒲团 每人一个 可是不知为什么 不管我站在哪 有个年纪大一点的老同修 都要把我拽出来 说 他说 这不是你站的地方 我连着换了三四个地方 他都是这样 我问他 我该站在哪 他说 自己找去 那一次我被吓到了 再也不敢上道场去了 第二 我曾经两次去长城百国兴能寺念佛 第一次去挂单 挂单的法师问我 你挂多长时间 我开口就说三个月 我看见那个法师 看我的眼神有点愣愣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法师没说什么 就给我挂了三个月的单 结果 我只念了十二天 我被同修们认出来了 我上哪儿 后面都有人跟着 影响道场的正常秩序 没办法 我只好离开道场 第二次去念佛 我也是这样提前离开的 第三 2011年 我和定洪法师 还有几个居士 去广州大佛寺 见大和尚 有居士 发现了我和定洪法师 请求大和尚安排 我和定洪法师 与大众见见面 为了庄重起见 定洪法师 就是把他的海青服 给我穿上了 还搭衣了 那是我受菩萨界之后的 第一次搭衣 我也不会弄 是一个军士 帮我穿的 帮我搭的 定洪法师的衣服 我穿上又肥又大 尤其是那个搭衣 他老往下脱了 我也拽不住 当时可狼狈了 拽上面下面就掉了 拽下面下面就掉了 忙得我满身大汗 定洪法师还教我 这真是现教我 教我怎么上台 怎么下台 还教我了几句话 大家想想那个狼狈场景吧 你们都能想想的出来 我上台去讲 讲完了 往下走 出洋巷了 因为衣服往下掉啊 我在台下的时候 他们有人帮我抓 这在台上往下走的时候 就我自己啊 那我就这面忙活 那面忙活 上面忙活 下面忙活 走到台中间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什么呢 定洪法师教我一句话 不为理 那话我还没说呢 我就站住了 跟台下的大众说 我说同学们 我还有一句话 不为理 还没跟你们说呢 然后 我就问台下的定洪法师 我说定洪法师 这仨字啥时候说呀 定洪法师笑了 说下次再说 逗得台下的大众啊 哈哈大笑啊 你说我出多大的洋相 就这么一个 涂里涂气的老太婆 又啥里啥气 你说我哪敢上道场啊 猫着吧 四 六合小院不是我的道场 六合小院不是我的道场 是护法居士菩提心 为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建立的法界共享的道场 不但不是我的道场 我还告诉菩提心 这也不是你的道场 你别看是你花钱见的 但它不是你的道场 我和六合小院的关系是 我和六合小院的关系是 借用 赞助 我在这里干什么 完成我的三个使命 办好我要办的几件事情 我从来没有想过六合小院是我的道场 我不会控制它 更不会占有它 更不会把它建成我的家庙 我的理念是 一切随缘走 有缘不记缘 缘近不攀缘 一切出发点和归宿点 都是为了利益苦难众生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没有道场 三一一波 日中一时 树下一许 这就是榜样 为什么佛当年在世 不见寺庙 因为寺庙盖得富丽堂皇 住在这个地方 傲慢心生起来 贪恋心生起来 他舍不得离开 最后到哪里去 多半是到畜生道去了 庙里头有蟑螂 有蚂蚁 有老鼠 他们就去投内神了 老法师住的六合园里 有一只小猫 师父告诉我 他是前几世 是哪个世 是这个房子的主人 他舍不得离开这里 说这个话的时候 就这个房子 已经有99年的历史了 到今年 我估计是应该一百零几岁了吧 老法师说 我一生不见庙 我害怕见庙 这些人见庙 大家都出去画园 那个画园画得多的人就说 我要当当家师 那个就说 我要做之客 就是征这些位置 征到最后 打架了 见庙时 个个都是菩萨 庙建好了 个个都变成了罗叉 道心没有了 这就叫 有庙无道 不能兴庙 老法师一生有力 不见道场 他老人家的道场 无量无边 不计其数 虚空法界 皆是道场 妙哉 我向师父老人家学习 不见道场 不要道场 我也不跑道场 用这种网络交流的形式 和同学们交流 我觉得挺好的 我会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 新的任务来了 要写一个系列专题讲座 然后和大家交流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 不见道场 不要道场 就是系列专题讲座的第一讲 以后可以根据具体情况 每月安排一到两讲 今天的交流就到这里 感恩大家 阿弥陀佛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